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小二科技WiFi视频小车机器人DS-Robot 它的电池的安装方法 这是我们DS-WiFi视频小车机器人使用的7.8V锂电池 这个锂电池是自带保护版的 可以防止过冲和过放 这是我们已经安装好的Adeno DS-WiFi视频小车机器人 我们把电池安装的位置是有两种 一种是塞到我们的这个主板的底下 第二种是直接横着放到我们这个主板底盘的尾部 我们选用横着放的方式 电池的固定方式非常的灵活 你可以选择用透明胶带或者双面胶固定 也可以选择用尼龙束带固定 这个没有什么规定特别的规定限制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模束贴 航模里面的模束贴 比较方便 把模束贴粘在我们的电池上 然后把电池的供电口朝向和我们这个机器人的主板的这个供电口朝同一个方向 把电池粘在底盘的尾部 然后把我们电池的这个工头的供电口插到这个Adeno DS Robert主板的上面的这个主板 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这边有两个可用来接电池的这个插槽 插槽 供电口 但是我们不能接到下面 因为下面是Adeno主板它是5V供电的 如果直接用我们这种7.4V的锂电池供电的话 会烧毁主板 所以我们查到上面的PWR电源和电机驱动模块上面 由我们的PWR主板为底下的UNO R3主板供电 千万不要接错了 好接下来把电池的充电口找个位置 卡好 就可以了 我们的这个电池是2200毫安时的 如果用在我们的DS Wifi视频小车机器人上面 可以连续使用至少三个小时以上 在电池用完之后呢 我们用专用的充电器 通过这个充电口进行充电 充电的时候充电器的上面的指示灯是红色的 当红色的灯变成绿色的时候 表明我们的电池已经充满了 此时就可以拔掉充电器进行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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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